各位朋友好 前一段时间习近平个人崇拜之风 好像是有一点点缓和 但是现在突然又重新刮起来了 比如说有一些中小学 他让学生写作文的时候 一定要以赞美习近平思想开头 有一个武警部队开大会 挂出这样的标语 他说听习主席的话就是听党的话 跟习主席走就是跟党走 看起来很明显 习近平是要把毛泽东时代的歪风邪气 要重新让他在中国蔓延 过去邓江湖时代实行的是威权专制 所谓的威权专制就是在上层 大家是寡头共治 几百个红色大家族共治天下 共同分赃 对下层老百姓好像也有一点自由度 这样这个社会就比较有活力 但是这个威权专制他有一个致命弱点 就是在经济崩溃的这个形势下 他是经不起冲击的 经济一崩溃老百姓不满 达到一定的程度 达到一个临界点 他们又有一些反抗的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 群众运动街头运动 形成了这个在街头运动当中 形成新的政治势力 最后就导致了官僚体系内部分裂和军队倒戈 这样这个政权也就分崩离析了 在过去的这个第三波民主化大潮当中 那些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这个威权政治 比如说像什么菲律宾、印尼、南韩 都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是没有任何悬念了 中共是必输无疑 那经济崩溃也已经成了定局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中共怎么才能够在这个经济崩溃的冲击下 屹立不倒呢 只有一种形式可以让他们做得到 那就是要实行极权独裁政治 这个极权的极就是极端的极 就是毛泽东式的那种极权政权 就是金正日、金正恩式的独裁政权 这种制度就是一个人享受独裁的权利 军队是完全听命于这一个人的 然后这个人在以军权为后盾 对党内进行清洗 让党内所有的人都服服帖帖的听从他的指挥 然后运用这个党政系统 对这个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不仅仅是经济控制、政治控制、意识形态的控制 甚至是连你的家庭生活 也要把你完全控制起来 所以让老百姓服服帖帖 没有一点点反抗的空间 所以这个习近平他要搞现在搞个人独裁 搞终身制、搞个人崇拜 他依照的就是这个保党、保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逻辑 但是要从这个威权专制回到极权专制 也不是那么容易 要想当毛泽东 那就一定要走毛泽东曾经走过的道路 就是要以暴风骤雨之势迅速的搞几场运动 比如说一定要搞一场正反运动 要把民间的政治反对派要压下去 一定要搞一场公私合营的运动 要控制和没收民间企业 要消灭民间企业家这个阶层 现在这两个运动正在以二合一的方式进行 那就是所谓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扫黑除恶斗争 除此之外他还要一定要搞一场文革 要把这个干部队伍重新清洗一遍 过去他是集中精力打击的这个平民出身的高层官僚 今后一定要对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 红二代大家族下手 否则的话他就处处被他们撤走 时时刻刻受到他们的威胁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那如果不干掉红二代大家族 习近平呢他是寝食难安的 他根本搞不成独裁 他就一定要跟他们分享权利 而这些人呢一旦对习近平有意见 就可能对他下手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习近平一路出了要搞终身制独裁的这种意图 他马上就引起了太子党的高度的不安 那以前对他的这个支持现在完全就不见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 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 你当了毛泽东其他人就会变成彭德怀刘少奇 你当了金正恩就一定要有人了 变成张成泽和金正南 那极权制度就对一个人有好处 那对其他的这个利益集团 其他的这个党内的体制内的团体都没有好处 在极权制度下党和政府都是一个人的工具 那所以过去的那种大家一起闷声发大财的局面 那就不会再有了 既然对大家都没有益处 有害无益 那么太子党就会撤销习近平的这个支持 和平民派的这些官员要联合起来 要增垮老习 过去几个月的政变兵变传闻不断 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人在暗中运作制造气氛 能要鼓舞一下士气 那么今后一定还陆续会有新的动作 因为红二代这个整体和习近平之间 实际上已经成了你死我活的这种关系 搞掉红二代习近平才能从他们手上 夺取大量的财富才能够控制官僚体系 而红二代为了自保呢 也必须这个有力量 抵抗习近平的大清洗 坚持到贸易战 结果最后完全显现出来 坚持到经济崩溃 民怨沸腾的那个时候 红二代就可以联合平民派的这个官员 从体制内部弹导习近平 那现在的这个中共权力格局是这样的 习近平他掌握了一个成建制的力量 而其他的这个党内的派别还处于原子化的状态 比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原子化状态好不了多少 比如说团派它并不是一个组织体系 而是泛指那些通过团委这个系统晋升的党政官僚 他们有相同的背景 这个比较相近的理念 也有相近的利益 但是并不是一个组织体系 所谓的江派 也就是那些认同江泽民的这个忠于江泽民的党政干部 他们之间的联系稍微多一点 但是也没有正式的形成一个组织 能够有统一的行动号令 那即使是这个太子党 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 而是这个相互之间 这个有松散联系的这样的一个阶层 所有的这些体制内的实权人物 他们都受到了个物体系的某种程度的监控 内心也都是害怕遭到习近平清洗的 因此即使是大家利益格局上面 已经占到了习近平的对立面 但是都不敢轻易动手 不敢轻易和他人结成同盟 不能形成的共谋 虽然人数再多都是一盘散沙 现在还没有办法对付掌握建制力量的习近平 那么怎么样形成这种联盟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大家都到南方去 历秋之后 大家都有个借口 这些高官都有一个借口到南方去度假疗养 退休的高官可以带着家属到南方去长期的疗养度假 在位的这些高官 能走的尽量走 实在走不了的 就让家属先去 我这里所说的南方就是指梁广 上海和其他的几个南方的省份 大家都明白的 如果能到香港那就最好了 那为什么要往南方走呢 体制内的高层一听这个就明白了 那我就现在呢 就来给体制外的朋友说一说其中的原理 这个习近平呢 虽然掌握党政军形势上的最高权力 又是国家主席 又是军委主席 又是总书记 还兼任了十几个治国小组的组长 但是呢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掌握独裁权力 他不是实质上的独裁者 他是形式上的独裁者 形式上的独裁者到实质上的独裁者 还有一段距离 比如说他是军委主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军队将领 任何时候都听他的命令的 因为他既没有军功也没有政绩 那大部分的将领呢 跟他也没有私人的情谊 怎么会听他的呢 那怎么办呢 他就用削弱军队的这个办法来控制军队 他用所谓的军改把体制打乱 然后呢 在军队中啊 这几个有影响力的这个高层的将领 把他们打掉 比如说徐才厚啊 郭伯雄啊 郑峰辉啊 张扬等等人 那让军队啊 形不成一个反习的联盟 因为没有核心人物了 你联盟怎么能形成呢 龟雪球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才能滚得起来的啊 习近平呢 他把对手搞弱了 但是呢 他自己也只能取得相对的优势 他并不能够完全掌控军队 自己手上的军队还是不多 到底啊 他也只有这个西洋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 那是完全听他指挥的 那在党政系统内部呢 他比较有把握的主要是在北方地区 但是到了梁广上海等这些南方省份呢 那些地方的这个官僚体系啊 基本上都跟他不对付 他是调动不了的 他更不能呢 在那个地方去这个为所欲为 去随便的抓人 他所掌控的那些军队啊 对那些省份呢也是鞭长莫及 所以啊这些高层人物你只要到了南方 就会取得相对的安全 就会有聚会啊 大家聚集在一起聚的人多了 那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抵抗习近平的这种联盟 就能形成一个反习的这种指挥中心 北京呢是习近平的老巢 北方的省份呢也是习近平的势力范围 因此呢 不想被习近平清洗的人 你们一定要快点往南方走 大家试想一想 如果那薄熙来当年不去北京开会 如果他一直在南方待着 那么这个胡温要对他下手 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再看一看历史上 这个蔡厄要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是不是一定要回到云南呢 就是这个道理 中共的高官如果是要反对习近平的独裁 或者仅仅是为了治保 你们都一定要去南方 那有一种是是而非的观点 说是这个如果政变兵变导致习近平下台 中共还会有人接替他 体制不会倒 没用的 我们民主派呀不要仓乎这些 那我在过去几个月之前呢 有一期视频 题目就是反共必须反习 习倒共比散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下台之后啊 中共根本没有人能够接手这个烂摊子 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 中共这个政权呢 要像度过这个经济危机这个劫 必须实行毛氏集权专制 而毛氏集权专制啊 会损害体制内所有人的利益 只有独裁者可以获益 因此呢他也会遭到体制内所有人的一致抵抗 所以连习近平都做不成的事情 其他人怎么会自讨苦吃呢 当然不会了 他本来呢 这个红二代他们从政的积极性不高 他们只是想借助政权发大财 不想为这个政权殉仗 而平民派的这些官员呢 各个都是聪明过人的老花头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啊出来 为中共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暴政来背黑锅呢 所以习近平倒台之后 中共体制一定不会维持下去 一定会崩溃 体制崩溃之后啊 那些中共的高官 他们何去何从呢 在倒习的过程当中有功劳的人 他们会取得这个西方国家的庇护 带着钱财去享福 那还有一部分呢 有野心的人 他们会另起炉灶 成立新党 参与这个后中共时代的政治角逐 只有极少数这个愚蠢的家伙 比如说像蔡奇啊 李鸿忠这些没老子的人 他们会跟习近平呢 一起下台 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所以 现在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中共一定要从倒习开始 所以一定要动员 体制内外所有的力量来倒习 同时呢 大家也不要误解 以为呀 我再鼓励大家消极观望 等待高层的政变啊 兵变 其实啊 我们一直主张的是啊 即使发生政变兵变 如果没有民变 民间的民主力量啊 不能够集结 成为变革的主导性的政治势力 那么即使是中共倒台 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社会 我们希望政变兵变 但是更要加勤准备民变 民变越多啊 政变兵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政变兵变发生之后 民变也可以趁机的迅速扩大 所以这三者啊 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的 三者都发生了 中国才会有变革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过去几个月来 一直在联络 各地各阶层的民变力量 现在正正在准备啊 推动这个十一维权州的活动 也是共振的 全民共振的一个活动 过去一些年呢 经济表面上还有繁荣的时候 那十一呢 一般来讲是中产阶级 出门旅游的一个黄金州 现在呢 由于股市啊 已经大跌了啊 民间金融债务市场也已经坍塌了 很多的中产阶级破产 财富缩水 大家这个现在是没有什么旅游的性质了 倒是有上访维权的诉求 所以呢 我们要争取今年呢 这个十一黄金州进行一次共振 要把十一黄金州 变成十一上访州 十一维权州 十一共振州 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抗争群体 已经准备 在准备啊 十一这个假期啊 举办抗争活动 关于十一共振州的这个计划 我们今后 会在九月份呢 陆续公布和讲解 所以希望所有的同道关注 以前我们推动全民共振 是希望大家在同一天上街 现在啊略有改变 现在我们推动大家 在一周内集中爆发就好了 为什么有这种改变呢 因为我们研究发现了 多数群体抗争一般会持续三到七天 所以不同的群体 只要行动的日期 甚至在一个礼拜之内相距发生 那么不同群体之间的这种抗争呢 就会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同时呢这样做也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把中共当局的 这个围堵共振的战线给它拉长 消耗他们更多的资源 以前他们只需要防止这一天就行了 那么现在他们要防止七天 那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全民共振平台的国内发起人 已经理定好了一系列的 这个中国民主派的系统的政治 经济社会纲领 我们称之为公民大宪章 今后我们会从海外 向国内传播这个大宪章 与国内的民主同道一起商讨 修改补充这个大宪章 用这种办法我们就可以推动民主派 凝聚共识也让民主派团队和这个维权团体 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为行动上的共振创造条件 我们还会通过这个互联网形成海内外 一体的这种多节点的匿名的联络网 推动民主派形成更多的团队 在海外我们公开宣传推广 在国内朋友们低调发展准备 那明暗两手一起上阴谋阳谋一起用 趁中共统治在经济危机的最虚弱的时候 不断的给他们制造压力 最终把他推向悬崖 让他们粉身碎苦 希望全国各地有志于推动变革的朋友 同道一定要尽快的积累组织和动员能力 变局一开始就能够掌握先机 取得街头革命的这个主导权 取得这个民变的领导权 先利用利益诉求启动变革 再用政治纲领引导变革 中共崩溃之后 就能够迅速地把中国引向民主宪政的方向 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希望大家加快准备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